你好,TVB 首先想問一下 深圳人口是多過香港一倍的 但為什麼人家可以一天之內 做到全民的強劍 為什麼香港是不行 有什麼是值得去借鑑的 另外也想問一下 現在內地的醫護 分別去到哪幾間醫院 還是去完一間 接下來會有多少人 治療方式會不會有不同 其實也想問一下 如果感染Delta和Omicron 康復之後 兩者的抗體水平和保護力 有沒有不同 是否等同於打一針為次的水平 有效時間是多久 謝謝 三條題目 兩條都是關於治療的 請高醫生或者兩位教授回答 就關於深圳或者其他內地城市 在看到有確診的個案出現很早期 就採取這種全民的檢測 同時間也限制居民甚至企業的營運 是過去兩年來國家都採用的措施 也是非常有成效 但是這個措施要在每一個地方 能夠應用得到 都跟那個地方的體制 那個動員的能力 那個資源是有直接的關係的 大家都記得 香港譬如檢測的能力 我們儘管很努力 亦都引入了一些的方案 或者是氣膜的實驗室 但是在這一波疫情最高的時候 我們的量 都是大概二三十萬 引刺一天 而且去到那個情況 已經是出現了有些滯後 就是說很多市民都說不是在48小時 甚至應該是24小時 是得知那個結果 而香港因爲那個地方的囚蜜 每一次亦都會出現大型的檢測 亦都是有排隊 引起市民亦都是關注 會不會有交叉感染的風險 所以香港和內地的城市 在很多地方都不能夠直接相比 但是今次的疫情 因為有中央的大力支持 我們在每一個抗疫的環節 都在增強這個能力 但是如果你問我今天 要我們學習深圳 立即在未來這幾天 做三次的全民強劍 恐怕都未到這個能力的水平 所以這個是那個現狀 亦都是一個現實 我們必須要理解的 在未請三位醫生和教授 講治療方式等問題之前 我講講內地醫療團隊抵抗的情況 首先這個是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出的請求 中央亦都是接納了這個請求 就由衛健委牽頭和我們去組織這些內地的醫療團隊抵抗 去加入治療 那大家都記得 在二月底的時候 行政會議是通過了一條的規例 是在我們的緊急規例條例 即一般稱為緊急法的條例下面 是做了一條的規例 這條規例是特別針對 去2019冠狀病毒病而制定 它的作用就是可以豁免一些法定的規定 適用於一些人員或一些項目方面 亦都為我們可以用好中央的支援 提供了一個堅實的法律的基礎 所以內地醫療團隊來香港參與香港治療的工作 是有堅實的法律的基礎 究竟來多少人呢? 我們亦都評估過 如果要將今日的亞洲國際博覽館的社區治療中心 和北大嶼山醫院的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將它全部用起來 因為都是在說二千多張床 是需要不少的 是幾千個醫療人員 但當然剛才高醫生說 亦都可以採取一個協同的模式 就是說有本地的醫療人員 有內地的醫療人員 所以中央亦都按著我們這個評估 去怎樣動員組織這些內地的醫療團隊來到 現在我今天和大家公佈 就是今天將會有第一批75位的醫療團隊成員 裏面有醫生護士 就是輔助醫療人手和病人的支援的人員 應該兩三日後 都是同樣在這個禮拜 另外有三百位 但是陸續都還有 但是今天不能夠講實一個數字 來到的時候 即是怎樣參與呢 或者高醫生可以補充一下 是 是 剛才陳正總管提到 我們首先都會和內地的醫療團隊 集中在亞洲博覽館的救治工作 因為大家知道 亞洲博覽館 我們都有幾個展館 用了來做社區治療的設施 那麼主要因為較早前 那個人手那裡都比較緊張 還有大家看到 那些病人的情況 也都是由 譬如說之前有幾波 或者等五波早期 都比較多 相對上 比較年輕可以照顧自己的病人 變成現在主要是需要 很多護理 很多照顧的一些長者的人士 那麼所以呢 我們是需要多很多人手 才能夠善用那個地方 還有善用那個資源 那因此就是我們初步來講 都會集中在亞洲博覽館 透過一個協同模式 和內地醫療團隊 無論在量和質 都增加那方面 在救治的能力那裡 那至於剛才問到那個 如果感染了 譬如Delta或者Omicron 對於那個保護力 或者疫苗的影響呢 我知道最近在科學委員會 許志昌教授他們都有討論過的 或者我請教授這方面 再跟大家分享 自然感染到Omicron 或者Delta 其實相等於一支很強勁的針 它產生的抗體 隨時是不少得過六至九個月 還有也都開始有些研究數據看到 如果感染到Omicron 它產生那個抗體 是有交叉保護 是抵抗到Delta 但反過來就沒有了 即是你感染了Delta 你就不會保護到 你不會有Omicron 但如果你感染了Omicron 你可以保護到 你不會有Delta 所以現在的數據是越來越多的 你好 鳳凰衛士記者 第一個問題想問一下 現在香港的確診數字 連日在高位培回 派發新冠口服藥給病人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優先次序呢 病人在獲發口服藥的時候 有沒有選擇服用哪一隻呢 在未來兩三個月 來到香港的新冠口服藥 已經訂購了多少 而且有了這些口服藥之後 會對抗疫 是否會帶來一個突破性的改變呢 幾條問題 就一會請兩位教授講講 兩隻口服藥物的選用的情況 我知道大家都很關心 究竟當特區政府協助醫管局 成功採購到這兩隻都是相當有效的 新冠口服藥物 究竟買了多少 我留意到陳教授 前幾天在立法會 都是被問這個問題 這件事因為採購協議的保密條款 我們是不可以公開和大家交代 我們採購了的數量 每一個批設到港的數量和價錢的 但如果你留意 我剛才在開場白說 我們是成功扣入了相當足夠的數量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我早前也說過 在抗疫上我們不會缺錢 我們甚至跟人欠賣 所以這次是成功扣入了相當足夠的數量 所以也希望醫管局和臨床的醫生教授 廣泛地使用這兩隻藥物 因為在早前大概十日前 香港大學的研究團隊 他為我做了一個最新的介紹和評估 因為當時我們都是集中治療重症 和減少重症和減少死亡 這個研究團隊當時就說 如果有四種措施 英文叫做intervention 有四個措施 都是可以減少死亡的個案 而這四個措施裏面 最有效就是應用這隻藥物 他們有數據的 所以對特區政府來說 我們一定會支持廣泛應用這兩隻口服的藥物 所以已經扣入了 我們認為是相當足夠的數量 但如果不足夠的話 當然可以繼續買 順便說 其他三個措施就是這樣的 第一就是大幅度增加治療病人的病床 很高興醫管局在很短時間 已經將可以治療新冠病人的病床 增加到超過一萬張 今天亦都有一萬位病人在接受治療 第二個就是打針 所以同樣地在疫苗接種計劃 針對長者也針對小朋友 現在亦都是非常之 可以形容是aggressive 更加是主動積極 來爭取盡快為他們打針 所以呼籲市民都是要支持我們這個工作 第四個措施反而真的要很小心考慮 而這個措施的效益也不一定很高 就是再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我相信市民對這件事都會很有意見或者很擔心 所以暫時在四個措施裏面 港大團隊說你做三個已經很好了 我們已經做足這三個 第四個因為考慮到對市民的心理狀況 精神健康或者其他方面的影響 特區政府會非常小心 如果再要收緊任何措施 反而大家都記得 上個禮拜一按著有很多人的訴求 我們是容許回理髮店、化狼屋 是開回來 讓市民都有一些 即他日常要做的活動 他都有得做 這個是現在的情況 請梁海教授講講可不可以選用哪一隻藥物 剛才你問那個優先群組 我和孔教授已經講了 即是七十歲以上或者七十歲以下 但是你有那些高危因素 又或者你未完成那個接種計劃 這些全部都是高危因素 有沒有得假 其實都是視乎我們供應到 給我們有些甚麼在手 我相信這個是主要的關鍵 那補充少少 我想可能都說了 那是要視乎那個病人的情況 即是說如果是他可能是十二到十八歲 那這個情況你當然會用Paslovid 還有他如果真的懷孕 或者是有暴雨媽媽的 那都是用Paslovid 那如果他是有譬如有肝的問題 有肝硬化 或者他在吃很多其他的藥物 會多些的藥物相互作用 那可能就會選擇用Monovapivir 因為他會比較少這些 即是沒有這些藥物的相互作用 還有他不會影響那個肝酵素 那另外就是如果他的長者是入院的 他需要用胃喉 那可能用Monovapivir 就會好些了 因為他可以在胃喉 那個可以用得到 那如果他有腎的問題 那可能Paslovid就會比較好些 那這些都是不同的條件去開這些藥物 那是會視乎那個臨床的醫生 他還可以給他 中文字幕提供